那因为忽视了自己的健康 有焕发青光眼高危风险 需要亮灯警示的事 刘硕跟曹阿姨 我们觉得两位是需要进行进一步检查的 一定要及时医院就医 超过40岁的人 我建议各位每年都要进行眼科的体检 实际上我们青光眼的基本检查 今天已经涉及了很大一部分 我们青光眼最主要的四个检查 包括眼压 前方 视野 还有视神经检查 这是我们青光眼核心的四个检查 今天大家做了三个检查 这个我们都是叫简化了的 自己在家能够方便来测测的一些方法 到医院应该是有更专业的检查 这四个方面的检查方式是不是 是的 比如像眼压 医院有专门的眼压剂 进行精准的测量 比如前方 我们医院有专门的设备 来评价你前方脚狭窄和关闭的范围 这样的评价就可以知道 到风险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医生就要开始干预它 开始预防性的治疗 但是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 青光眼是不可逆的呀 对 所以我们医生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把这个真的要是发生 青光眼的朋友把他们的这个视力给保住啊 青光眼虽然不能逆转 但是青光眼可以控制 如果我们不去干预 不去控制它 青光眼会让我们的视力越来越差 到最后一定是失明 而对于开角性青光眼 那么我们首先用药物来控制 那么最主要的药物 就是降低眼压的药物 让眼压不要升高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它就不会继续地损伤我们的视神经 如果药物还是不能控制的话 我们就采取手术的办法 其实现在青光眼的手术发展得很快 我们传统的青光眼手术 叫小梁气竹手术 就是利用手术的办法 来造成一个通道 让防水流出去降低眼压 但是传统的手术 它也有一些并发症 有些风险 所以很多青光眼病人一听说 要做手术都很害怕 没错 尤其是在眼睛上做手术 因为它太娇嫩了 是的 是的 所以的话 青光眼手术在不断地演进 比如这就是一个 比较新型的青光眼手术 手术叫做二氧化碳激光辅助的 深层巩膜切除术 这种手术实际上 在做切口的同时 它利用了我们医生的手术刀 也同时利用了我们的激光 在我们的眼球壁上 把这个盖揭开 然后就用激光 把通道打得非常的薄 把致命的阻值打得非常薄 然后把这个水 用激光的办法 引流到薄薄的通道里去吸收 这样的话 让压力就可以释放 水会流得更方便 更快捷 压力就不容易蓄积 而且这种新的手术 都不进入到眼睛里面 它是在那个夹层进行治疗 所以很安全 对眼睛里面的骚扰比较少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实际上青光眼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手术 包括V创的青光眼手术 在不断地发展 和进入临床的应用 肯定会为 越来越多的青光眼 患者带来福音